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昨天说调味品是习惯性消费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软饮料就是冲动消费 尝鲜型消费 消费者更愿意尝试新口味 软饮料大单品 最开始的从北冰洋 到会员果汁 再到旺仔牛奶 统一冰红茶 卖动这几年的元气森林 你今天喜欢果汁 明天可能就换口味 喜欢冰红茶了 后天就变成气泡水 消费者口味变化的话 行业龙头基本上也是成头变换大王旗 三年五一个新的 因为大家更愿意尝试新的 但是调味品的消费是习惯性消费 有经验的厨师 你换一瓶酱油 他炒出来的菜就能感觉贵不正 祝今天这篇文章来自所长会客厅 因价值事务所 已是一个全网超过100万关注者的账号了 考虑到舆论影响的问题 无论是跟投资决策直接相关 还是比较敏感的内容 都没办法施入讲 甚至都不能涉及 所以建议大家 最好尽可能加入所长会客厅 对比价值事务所 所长会客厅有更加深度的研究 更加敏感的内容 更全面的陪伴 有问必答 更及时的解读 以及更多精品内容补充 行业的生意模式决定了调味品 是一个基业长青的行业 在全球诞生了一批百年老店 日本的龟甲万诞生于1630年 德川幕府时代 美国的亨市食品 它生产了美国人喜欢的番茄酱 各种调味酱 诞生于1875年 2013年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 以280亿美元收购了亨市 成为食品行业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并购案 国内的调味品公司 恒顺粗叶诞生于1840年 乌江榨菜诞生于1898年 海天味叶诞生于清代的佛山匠园 习惯性消费 正反馈消费 不同于冲动性消费 它具有诚意性 年性更强 因而壁垒高 培育周期长 是一个一手难攻的行业 我们投资就要找这种好生意 在大众消费品里 调味品的产品差异化程度是最高的 调味品的SKU 大概有上千种 生产周期三到六个月 如何形成差异化呢 首先在生产工艺上 以酱油为例 酿造工艺非常复杂 先要选取特定大豆 经过制驱 发酵 压榨等十几道工艺 在酿造工艺上 酿造时间不一样 口味是不一样的 比如现在很多厂商主打的180天 甚至380天 超长酿造周期 在原材料选择上 有的用黄豆 有的是脱脂大豆 差异也非常大 在产品功能上 最最初级的地产酱油 到后来又分为生抽 老抽 后面又有味极鲜等高鲜类酱油 现在又有零添加 有机 低盐等不同功能的酱油 而且还在进一步细化 比如吃海鲜用的海鲜酱油 蒸鱼的蒸鱼齿油 吃水饺的水饺酱油等 这里想说明的是 调味品行业是一个差异化非常大的行业 目前行业的SKU 零售行业专用名词 单一最小品类超过千种 之前讲过 食品饮料几个细分行业的毛利率 竞争壁垒和产品差异化程度密切关联 白酒的SKU超过万种 毛利率高达50%至70% 龙头公司平均毛利率普遍在80%以上 白酒在食品饮料里面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因为它是差异化的精神消费品 定价可以远远脱离成本 这里以后单独讨论 调味品的产品差异化程度 在大众消费品里是最高的 复杂的工艺以及独特的风味 加上产品定位上的不同 形成了差异化的产品 而这种差异化 最终就形成了对消费者的价格歧视 如何理解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思维实验 把这个推演到极致 如果你去饭店 要求别人根据你的口味 定制炒一个菜 那么厨师就要花费更多时间 相反 如果去吃标准的预制菜 那么标准化生产的效率更高 在生活中 定制化的商品或者服务 价格一般更高 所以产品越是差异化 用户就需要为 这种差异化支付更高的一家 而这些商品的毛利率就更高 所以产品的SKU越多 产品之间的差异化越强 那么商家的定价权也越强 它的护城河也越强大 这里可以做一个拓展 以使在食品这个小的垂直行业 各个子行业的产品差异化程度 也有很大区别 总的来说 符合这样的规律 糖等于食盐米 味精油 榨菜 料酒 醋等于酱油 白酒 一般糖和盐 几乎没有差异化 很少有人能说出自己吃什么品牌的食盐 或者白糖 因而 他们的定价权也最弱 大米就稍微多一点 大家可能知道 有五长大米之类的 然后是食用油之类的 但其实 食用油的产品差异化 也没有那么强 这里不妨从生意本质上做一个推演 大米和食用油 其实产品缺乏差异化 再加上国家对粮油价格严格管制 它们本质上 还是苦哈哈的生意 金龙鱼的毛利率5%都不到 这种是从生意本质上的思考 尽管它的管理层非常优秀 但是在生意模式上的差异 已经决定了 某个知名投资人说 指头和嘴巴相关的公司 这个大方向是没问题的 但还不够究竟 如果能达到这个层面 那么你对食品饮料相关公司的认知 会更加深刻 这是所长会客厅 关于调味品系列讨论的第二篇文章 调味品2 毛利率与定价权的本质 差异化 该系列目前在所长会客厅 还有好几篇 诸如调味品1 生意的本质 调味品3 如何穿越经济周期 调味品4 行业中各细分行业 以及后续对龙头企业 海天等的追踪 毕竟所长团队精挑细选的 价值30指数中 就有纳入调味品企业 对